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吃亏上当之后 只能是独自的哀叹 人心不古 直到某一天 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顿时豁然开了 社会是有两套逻辑的 第一套浮在表面 第二套潜在了水下 第一套逻辑往往是围绕着道德展开 而第二套逻辑往往围绕着利益展开 是啊 许多人嘴上强调着道德 感情多么重要 但是他们暗地里都是牢牢抓住了利益这根稻草 难怪曾世强教授这么说 讲话越是冠冕堂皇的人 人格越是低劣 理清了这种逻辑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看同学情 同事情 朋友情等等情感 便会领悟出一条扎心的人性真相 同学情 同事情 朋友情 都是虚情嫁疑 因为人际交往的本质其实就是价值交换 当你自身不够具有价值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感情都离你而去 那些无比看着情感却忽略利益的人 往往都会被人无视 最后越活越孤独 电影《哈喽树先生》中的主角树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他虽然重情重义 很念及同学情 朋友情 但是他一事无成 因此经常被人嘲笑 和他一起找他的伙伴 有人开着好车成了没老板 有人远在省城办了私立学校 即便大家是因为昔日的感情而聚在一起吃饭 也没有人把树先生当回省 甚至还当众羞辱他 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其实不是取决于你对别人有多好 而是取决于你的强弱 你手上的筹码有多少 演员黄博在接受某一个专访时候说道 以前唱歌的时候天天都是冷遇 去了以后再也结不出账来 谁搭理你呀 之前在剧组里面能够碰到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小心机啊 各种什么的 但是当他出名了 成了大明星 他发现身边全是好人 周围每一张都是洋溢着的笑脸 以及各种的嘘寒问暖 黄博用他真实的经历告诉我们 当你弱的时候 身边的坏人最多 大家想想 你有多久没和同村的发小联系过了呢 你有多久没有和读书时期的小伙伴联系过了呢 你有多久没有和交情不错的老同事联系呢 为什么生活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关系越处越淡 其实这一切都太正常不过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维系不是利益价值 就是情绪价值 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是社会运行的规则 舅舅是国家机关单位的公务员 四十多岁的时候 竞胜到了部门的一把手的位置 在位期间 说一不二 单位同事们对舅舅是十分的尊敬 有的手下甚至对他毕恭毕敬的 逢年过节 他的下属们都会拿着礼物去看望他 但是 同事和下属们对他的态度 在他退休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退休两个月后 舅舅去单位办了一个证明材料 走到单位门时 却被原来对他点头哈腰的保安拦出了去路 不让他进去 这保安打着官腔说 单位正在严格管控人员的出入 需要有出入证才能够进入 舅舅都退休了 哪里来的通行生啊 舅舅没办法 只得给之前的下属打电话 让他下楼来接一下 没想到 这位下属竟然过了一个小时才下楼 要换作在位时 舅舅早就发火了 可现在你发脾气 谁搭理你啊 舅舅回到单位办事的过程中 甚至连给他倒杯水的人都没有 这样的落差让舅舅十分的气愤 他走出办公楼后 发誓再也不回到单位了 一气之下 断了和前同事的所有联系 其实 舅舅根本没有必要生气 职场本来就是一个人与人利益交换的场所 当你不在其位 对他人没有价值时 别人自然不会浪费时间 在维系和你之间的关系 人走茶凉 人生在世 朗短自知 一个人退休了 他就退出了工作 尤其是做领导的 他就失去了地位 没有了平台 没有了和别人进行价值交换的筹码 别人不再需要他 自然就不会再尊敬他 恭维他 给他拍马屁 姑姑退休前是一名国企单位的职工 在他退休的那一刻 便将所有同事的联系方式从手机中删除 姑姑说 单位里面很多同事只是表面上与他交好 私下里经常在领导面前给他打小报告 表面上一团和气 被爹爹给他捅刀子 姑姑为了在单位里面生存下去 不得不装傻冲愣 与对方相处 每天戴着面具上班真是累呀 终于熬到了退休 与这些人老死不相往来 姑姑40岁那年 去竞聘办公室主任 明明姑姑是整个办公室里最有资历的人选 工作成绩比较突出 他能当选当之无愧 但是在竞聘头几天 姑姑却被某同事匿名举报了 说姑姑和单位的合作企业有金钱往来 这样姑姑一被调查 竞选资格就没了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 有些和我姑姑关系不错的同事 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竟然也对他落井下石 等到调查清楚后 另外一名同事早已成功地当上了办公室的主任 后来姑姑知道举报的人是谁 但是也拿这个人没办法 每天上班八个小时 不得不和领导同事相处 很多时候真的是违信地和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 而大家在说话的时候都会很小心 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或者怕被有心人听了去 到了领导那儿给你穿小鞋捅刀子 尤其是在体制内的单位 这种情况更加的明显 所以即使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同事关系 彼此时间也没有什么情义可言 表哥有一个大学同学姓孙 两个人上学的时候关系一般 毕业后也没什么联系 但是竟然因为一场同学聚会 两个人成了好哥们了 表哥参加了大学同学聚会 得知了久未联系的孙同学 在某重点小学当教导主任 孙同学得知表哥的丈人 在某三家医院担任行政管理职务 表哥的孩子今年就要上小学了 孩子的教育可是大事 小学教育是孩子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 所以表哥特别想让孩子 能够上孙同学所在的重点学校 为了孩子 表哥主动和孙同学套近乎 想托孙同学打点关系 就算孩子上小学了 表哥也觉得要和孙同学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样就可以让同学在学校里面多照顾孩子 孙同学知道表哥的需求脑筋一转 表哥的岳父是某三家医院的管理层 这是多好的资源啊 现在想要去三家医院挂大专家号 多难啊 想要在三家医院里面住院治疗 都要排队等床位啊 孙同学的母亲心脏又不好 正想要去医院看病治疗呢 何不利用这层同学关系 让表哥帮个忙呢 于是两个八百年都没有啥联系的同学 因为彼此的利益和需求 忽然一下子走得很近 聚在一起无话不谈 不醉不休 表哥和孙同学一下子就找到了彼此的价值点 这种价值互换让锻炼多年的感情又蓄上了 等到哪一天相互之间没有所需了 这种关系就会变淡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友情是这样 其他感情也是这样 同学之间的聚会 如果大家都抠门小气 都舍不得出去买单 你看我 我看你 你还会有下一次吗 或者同学有事情 求你帮忙 但是你却不愿意帮 你看你们之间还会有同学情吗 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实际利益交换 就得看彼此能提供多少的情绪价值 这种情绪价值就是双方的兴趣爱好是否相投 比方说两个人都喜欢下棋 一起下棋对局特别开心 两个人都爱跳广场舞 一起跳舞很热闹 这就是情绪价值 就算退休了 没有实际利益交换 这种情绪价值还能够让双方保持联系 双方既没有利益往来 也没有情绪价值 各自想法差异很大 在一起 南辕北辙 谁还会和谁保持联系呢 关系就这么慢慢变淡了 然后就断了 说白了 同事情 同学情 朋友情 都是需要利益去维系的 需要花钱去经营的 成年人的人际关系的本质 就是价值和利益的交换 当你退休之后 很多基于利益往来的关系 失去了价值的依托 所以人与人之间就越走越远 成年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利益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